同學,我們繼續看這個題型 以知線型函數y等於fx等於as加v 它的圖形通過點2-7 而且平行x軸 求a-b多少 如果你今天對平行還是沒有很清楚 我會建立你在這邊畫個小圖 他說它通過2-7 我們來大概畫一下 它通過一個點叫做2-7 然後平行怎麼走? x走 它平行x走 所以它是個橫的這一條 你可以回答我這一條的方程式了嗎? 它的方程式叫什麼? fx 常數函數嘛,對不對? fx是不是叫做-7 好,當你知道之後啊 我們來跟它 來跟上面的圖形對照 fx等於-7 這是我的答案 那另外一個他說 它叫fx等於ax加v 我們來對照一下係數 你知道a多少了? 沒有x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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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a就是0 那那個b呢? 是不是就是-7了? 好,老師想這樣算完整了喔 所以還蠻完整的了吧 所以a-b就叫做0-7 減負減負減負 記得有一個朋友叫減負正 減負就是正 好,減負加減負正 都是好朋友 所以0減負7就等於7 不好意思喔 你可能會想說 這些老師那廢話那阿賊哈 再來第二題 一次函數 它的圖形通過4 1跟-2是4 則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 它的值為0 好,但是我還不知道啦 沒關係,我們先算出這個完整的方程式 好不好 所以fx 它等於ax加v 我把這兩個人帶進去 1等於4a加v 再來q等於-24嘛 q坐標是-24 所以4等於-2a加v 好,解連例 上減下得到-3 上減下得到6a 所以a就等於-2分之1 那我把-2分之1再套回去 套進這個好了 感覺好像比較簡單 其實差不多了 1 丟過去3 所以我的方程式結束了 fx這個函數就叫做-2分之1x加3 3 還沒結束哦 還沒結束哦 我今天說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 它的值為0 也就是我要讓我今天的這個值為多少 0 對不對 我要讓我的fx的值為0 所以你眼睛看到後面這個小黃的地方 可以先做什麼動作 同層-2倍 好不好 如果同層-2倍 記得黃色這個地方同層-2倍 所以我可以得到什麼 x-6 0乘-2叫做0 這你應該會吧 所以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呢 丟過去叫做-6 所以這題當x等於6的時候 函數值 這時候就會是0了 好 兩個小題 戶Bir 3 5 7 7 6 7 8